我忘了是谁说过 说你没有办法真正理解一个人 除非你穿上他的鞋 对 陪他走一段 其实你这段全职 爸爸的经历相当于就是这样子 是的 这种被人理解了的感觉很幸福吧 对 很幸福就是 熬出头了 但是我想问一下 就你们现在还有没有一些 就是你的伴侣不能够理解你 但是也很希望他理解你的部分 我是属于比较喜欢什么事情都可以彻底的沟通 从我们谈恋爱 我老婆是如果她不高兴吵架了 她不说话了 会做一个冷战的 我是没办法 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聊开了 我就不会放过她 她刚开始有点适应不了 但是现在她也觉得是个好事情 我们不会埋在里头 我已经不会像程炫哥这样跟他讲道理了 就因为我知道那个不是最重要的了 就有的时候道理大家都懂 她只是需要你有一个同理心 而且我觉得我见到的幸福的家庭往往都是像彩儿姐她这样 就包括我们家也是这样的 你要问我妈 我妈一大堆牢骚 而且是当着面吐槽我爸 那我爸也不吭气 智慧 有智慧 不是 这种就是她都干那么多活了 吐槽两句又能怎么着 对不对 对 我觉得这就是幸福的家庭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不能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的 嗯 吐槽下隔佩也好 其实包括程炫女士 就是中国男人很难会去做一个全职爸爸 当然会有家里的 也会有一些朋友的 肯定会有一些声音会传到我耳朵里 因为比如说你可能得出去找个工作啊 可能跟社会脱节啊 或者你得去做点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你不能整天待在家里 反正总之之类的 但是呢我是觉得 小朋友开心快乐地成长的时间并不多 等她可能长到八九岁可能就有自己的圈子了 她可能不一定会跟你那么亲密嘛 是吧 我就想在她还能跟我 需要你的时候 对 还需要我的时候 尽可能地多去陪伴着他们 我觉得亚洲家庭还是会觉得一个固定的思维 男生应该是在外面工作 女生应该要在家里带孩子 我也是不是一个我自己主动选择当一个全职爸爸的 也是因为一个环境的原因 刚开始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时间久了以后呢 我会有压力 这个压力有可能是因为外面的一些声音来的 还有一个 我自己给我自己大的压力是 因为我是跟我张母娘在一起 我会从她的立场想 OK 几个月可以 一年 两年 天天你就在家待着 然后我女儿要出去忙工作 养活家庭 我从她的立场 我会给我自己隐心的一个压力 哦 会 但是我觉得我运气好的部分真的是 我老婆会特别敏感 对于我的情绪的一些波动 她能感觉到什么事情是不对的 她说你最近有什么怎么样 我说挺好的 她会主动开这个口 然后就说出来 嗯 我就会 流泪 我觉得被认可这件事情是我都没想到 会把我直接 放弃我的事宜 你帮到孩子到一定年龄段 你回过这段时间 你会非常感谢这段全职时光 因为你会把最近职的所有的爱给孩子 没有人能替代 而且就是现在的全职 其实我觉得感谢这个时代 不是像过去 真的就是待在家里带孩子 我们可以在网上做一些其他的职业 它是很灵活的 不一定是要朝九晚五上班才叫上班 所以感谢这个时代 是的 这一阶段 我们先给佩豪一点掌声吧 谢谢 搞各个家庭巡回演出他的厨艺 确实不容易 是不是 厨艺巡回展 当然邝胜确实这个做饭的记忆 有刃有余的感觉 这期是大厨 我们一位邝胜野国鼓掌 但是呢 我们鼓掌没有意义 重要的是太太 是不是能够认可你们的工作 我们四位太太 现在都有一个资料板 上面有哪位爸爸 在这一堆阶段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有没有完成 奖励和惩罚分别是什么 接下来我们就请各位妈妈 根据爸爸们这个阶段的表现 判断他们是否完成目标 我好想要这个惩罚 完成的奖励有点厉害 任意使唤它一整天 哇哦 我想要看它去跟猫狗住 太残忍了这个 马利奥的胆量也还不太行 不行 我觉得还挺想看它吃榴莲的 直接让我吃食就完了 来 我们进来看看 猪猪 谁要看什么看电影 哈哈哈哈 灌篮高手哪有去邝盛他们家有意思 确实我们家还能放 邝盛家好玩 你们看得很有意思 我不是很有意思 你有没有意思无所谓 我没有意思就好了 没有 来 来 来 安娜 我 我 我这 我这真没办法 因为都完成得很好 而且第三点是我真没想到的 就刘斗宏其实硬标准 这个其实是我也没有办法控制的 但是真的是 喝可乐 喝皮那个大的 喝1.5升的那种 那得炫一瓶是吧 对 太糊了 我们家确实也是都完成了 虽然也有点不聊了 邝三喜的吃饭这个问题 确实我是没有想到能够解决 因为真的好难啊 从出生到现在 就是我摸着良心讲 他现在真的很厉害 是 他的奖励就两千块钱嘛 现在我马上转账 爸爸是不是跟三喜说 给他提成了 不可以 现在呢 就是我们所有观察员 行使你们特权的时候了 我们要决定 谁能够成为我们第二阶段 固定红旗的得主 这一轮的投票 会跟前面的爸爸仔 进行一个累积 谁拿的最多 谁就是固定红旗的得主了 其实大家差的真的不多 我们先请朱朱 我送给邝顺吧 上次我们聊到 他当时没有像现在这么懂 珊珊 越来越理解珊珊了 珊珊也开心了很多 我也替他开心 你这个为人处事可以 真的 真的 谢谢 我想给佩豪他们 小米其实交给邝顺喜很多 然后你交给邝顺很多 就佩豪和邝顺聊的那些内容 我也是看到了 我也是看到了邝顺很多很细微的表情 我感觉到他的心是有变化的 然后我很谢谢佩豪 让我老公有这么大的变化 谢谢 其实这一票我好想掰成两段给一个配好一个邝顺 我对于他们两座那里聊天的那个画面就是非常触动 一个全职爸爸或者一个家庭理念 你所有做的好 不好 多与少 最重要的就是理解 我们给他 我也跟你说话风一转突然又给了杰哥 这不是我风筝 我投给邝顺他们家 因为他的厨艺能长得有一点太快了 还有就是特别关心三三的心情 尤其这一点比较出动 我不想跟他抱 要不然他太高了 不想抱就不要抱 不要再抱了 你不要再跟他们抱了 这个形式已经很微妙了 我觉得 来 我不知道我要投给谁 因为我觉得之前他们大家起跑点都非常的高 相比之下 一开始马洋是比较差劲的 所以马洋的进步他们大一点 那这一个阶段我投给马洋 虽然他拿爷爷出来挡箭盘 要玩家抱我 不敢不敢不敢 吓死了 这个阶段的我觉得很多的辛苦是隔配好这个家庭带着孩子们去了那么多的地方 然后隔配好和邝顺之间的分享这个故事之间我自己完全能够理解的一个部分也是恭喜你从那个黑洞出来了 但也是因为有老婆安娜的支持在 所以我给这个给隔配好一家庭也算是给所有其他的家庭们 我特别想把这一票投给 邝顺他们家 因为能够做一个全职的爸爸或者妈妈真的是一个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 我希望这个家庭的所有的家人亲人包括朋友们 都多给他们一些鼓励和支持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多一些理解 对 多一些理解和尊重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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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